大家好,我是新州日报记者佑荣 受到关闭疫情的影响 教育机构经历了多次的重开和关闭 今天来到5月17号 也是全沙劳业托儿所和幼儿园重开的日子 沙劳业是福利社区和协家庭妇女学儿童发展部部长达德斯利法蒂玛早以前宣布说 沙劳业的这个托儿所和幼儿园可以从今天开始 也就是5月17号重开了 这也是该部门寻求沙劳业灾难管理委员会的建议后 所采取的一项决定 并提醒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包括测量体温 勤劳洗手 以及保持人生距离等等 法蒂玛早前也说 在受到关闭疫情的挑战下 托儿所和幼儿园的重开决定 除了可以让孩子跟上 这个学习的进度 也让需要上班的父母 尤其是酸心家庭的这个父母 可以松一口气 截至目前 全沙劳业共有234所的这个注册托儿所 以及2795所的注册幼儿园 使得学前教育机构的重新开放后 家长也陆续把孩子送来 我们看到校方除了遵守这个标准作业程序 也在班级粘贴这个告示牌 向孩子介绍这个冠状病毒 人生距离 戴口罩 勤劳洗手的步骤 以及症状等等 透过图语文的图解方式 让孩子更加容易理解 好 我们今天来到这一个 古今市区的这个菩提幼儿园 我们来听听园长怎么说 园长早安 早安 您好 就是我们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在这个沙拉业政府允许 重开这个幼儿园和托儿所 想请问您本身怎么看待 这个幼儿园重开的这个决定呢 当我们知道我们或准要在 就是17号就重开幼儿园的时候 那我们就即刻做了准备 也就是在星期六 就做了这些人数的统计 当然这个重开主要是为了提供 一些方便给双新家庭 让他们的孩子能够送到幼儿园 所以我们也择无旁贷 那我们就做好全面的消毒 那也赶快跟家长进行一些统计 那么我们统计下来 我们只有60%的孩子会回来学校 那么我们接下来会想要做的就是 我们也尊重家长的一些意愿 如果他选择回来 需要进行实体课的话 那我们就进行实体课 那至于其他的 我们会选择就是还是继续往课 是方便家长 因为必定还是有一部分的家长 还是会担心 因为现在必定古境还是属于红区 所以我们是尊重家长的决定的 因为我们了解到说 就是你们除了这个开放这个实体课 让孩子进来这个上学 你们也同时进行这个网课 想了解一下 园长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因为我们也是觉得家长一定有他的担忧 这个是我们从去年就累积了一定的经验 当马上说幼儿园可以重开的时候 家长一定是有所担忧 现在是红区 我的孩子会不会受到感染 我的孩子抵抗力不足 但是我也不想说就没有好学习 所以我们是不会说很强硬的说 大家都一定要回来 出息率一定要100% 我们知道以我们的经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如果说我们只是让60%的孩子回来实体课 但是今天第一天我们只有50%的孩子回来 还是有10%他们到了今天 还是担忧谁就没有回来 所以面临只有50%的孩子来进行实体课 那如果另外50%待在家里 还是担心又不能回来 那么学习就会受到影响 我们也不想因为疫情耽误到孩子的学习 而我们也相信我们的孩子 即使在家也是能够协助我们一起来教育这些孩子 所以疫情也不要影响到孩子的学习和进展 这是我们的初衷 当然老师会比较辛苦 但是我们已经有很好的一些训练平台 我们的老师也有累积了一定很多的经验 所以我相信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我们在这里也是鼓励家长 既然我们都严格能够遵守这些SOP 我也希望观望的家长也好 还是要求在家里继续家里学习的也好 再看到我们大家都开了幼儿园 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 能够慢慢的都回到我们幼儿园的怀抱 这样子老师就不会太辛苦 因为必定如果老师要实体课 还要准备网课 确实老师确实是很辛苦的 也希望家长能够了解这一点 如果放心就让孩子回来吧 所以我们也看到说 就是校方不只是开放这个实体课 也同时在进行网课 我们实在发现到校方真的是很不容易 在这段期间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现在来访问这位家长 他是为什么愿意把孩子送进来呢 曾太太 早安你好 早安 可以了解一下你为什么愿意把孩子送进来呢 主要还是相信菩提在防疫各方面都做得很好不错 所以我们还是愿意把孩子送回学校上课 可是会担心说孩子在这段期间可能怎么样一些风险产生吗 当然是还是会担心 不过我们觉得幼儿其实对防疫这个意识也是蛮高的 所以我们就在家里也尽量提醒他 不要乱乱摸 要勤洗手 所以我们 因为 所以对对 他们回学校也会比较专心上课 学的东西也比较多 那你本身是酸心家庭吗 不是 所以你其实本身是可以照顾孩子 但是你还是愿意把孩子送进来 是为什么呢 就像我刚才所说 我们相信他在学校会比较专心上课学的比较多 虽然院方也有上网课 可是怎样都感觉他们是比较没有那么专心 好 我们谢谢这位家长的分享 谢谢 尽管有家长愿意把孩子送进来 但是也有家长因为孩子的健康和安全 而决定把孩子继续留在家里 新周日报温馨提醒 在这段期间 务必做好个人防疫 共同为抗疫而努力 大家继续加油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蔡佑荣 张珍娜 采访报导 请稍等一下